亲爱的弟兄姐妹 大家平安 今天是7月3号 我们要看今天的新眼光 读经的进度是在 格林多的前书 我要从第11章 第二节读到16节 我称赞你们 因你们凡事敬虐我 又坚守我所创给你们的 我愿意你们知道 基督是个人的头 男人是女人的头 上帝是基督的头 凡男人祷告或是讲道 或若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 凡女人祷告或是讲道 若不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 因为这就如同剃了头发一样 女人若不蒙着头就该剪了头发 女人若以剪法 剃法为羞愧就该蒙着头 男人本不该蒙着头 因为他是上帝的形象和荣耀 但女人是男人的荣耀 起初男人不是由女人 而出 女人乃是由男人而出 并且男人不是为女人造的 女人乃是为男人造的 因此女人为天使的缘故 应当在头上 有福全病的这个记号 然而造主的话的安排 女也不是无男 男也不是无女 因为女人乃是由男人而出 男人也是由女人而出 但万有都是出于上帝 你们自己审查 女人祷告上帝 不蒙着头是合一的吗 你们的本性不也只是你们 男人若有长头发 便是他的羞辱吗 但女人有长头发 乃是他的荣耀 因为这头发是给他做盖头的 若有人想要辩驳 我们却没有这样的规矩 上帝的众教会也是没有的 圣经读到这个地方 在保罗的书信当中 有几个段落当中 我们现在的时代来读起来 会有一种不太好去解释 也不太好去应用的地方 其中一段就是这个地方 因为这个地方对于姐妹妇女来讲 似乎把女性的地位给拉低下来了 只因为上帝创造的顺序是男人先 而女人在后 从此之后 女人会变成男人的附属品吗 难道 女人不也是上帝的形象 不也是上帝所创造的吗 其实我们在了解圣经当中 有一块我们要了解 整本圣经几乎来讲 都是犹太人的文化所产生出来的 执笔的人几乎都是犹太人 在新约的时代 特别有一些地方会看到 有些篇幅会显露出来 当时的文化跟环境风俗 透露出一个事实 妇女的地位不如男人 这件事情在旧业也出现 在新业也出现 我们在现代的生活当中也是如此 在许多的国家地区当中 妇女的地位真的是比男人不如 一个家庭当中有的时候 一个丈夫可以娶多少的妻妾 那女人必须要顺服在男人之下 我们在解释圣经应用上面的困难点 往往会在这个地方 难道上帝创造的过程当中 女生永远是要比男人更加的低劣吗 因此我们在解释的过程当中 就会非常的困难 要很仔细 传统的解释里面来讲 这个是在讲到全病的一个问题 在全病的问题 也就是说 这个全病之下要学习顺服 要学习顺服 像基督顺服了上帝 那么女生也要顺服这个弟兄 那么弟兄你也应该也要顺服基督 然后用顺服基督的方式 来爱你自己的妻子 以至于你有这个资格 被妻子来顺服 所以传统解释来讲 头就是指全病 但是这个意思呢 是不是就说 男的全病就比女的全病高 不管这个男的说什么话 你都绝对的顺服 这是困难的解释的地方 第二个 这个头是指源头 基督是男信徒救赎的源头 男人是女人创造被造的这个源头 所以女生就必须要来顺服这个源头 这个解释起来呢 也是比较困难的 比较适合的解释是可以这么说 头是一个荣耀的代表 按照希腊文的一个解释来讲 人的头本身是带着有优越 顶端 显著的意思 也就是说他尊贵的地位 这个头可以代表一个人 他的全身或整体 透过头 人就接受祝福 人就被接受毁谤或者是羞辱 那么男人既是一家之主 他就代表全家了 所以呢 女人的这个穿着打扮 他的言行举止 是不是合乎体统 就直接要影响到 这个做丈夫 做头的荣耀 所以 男人是女人的头 与女人是男人的荣耀 这两个是相称的 这样的解释会比较恰当 那么 另外我们在讲到这个经文当中 是蒙头的问题 为什么教会当中会吩咐 女人在教会祷告 讲到说要蒙头呢 这又牵涉到 我们在前一天讲到 哥林多教会是由两种 信徒所组成的 我这边稍微说明一下 圣经学者 Thompson的研究就是说 希腊人跟犹太人 他们的发型 就不太一样了 男女发型不太一样 一般来讲 希腊跟犹太男人 一般都不蒙头 但是希腊人 他们在宗教仪式 在领导的过程当中 会披一块头部 他会披 那犹太人呢 他如果披上这个头部呢 是表示在悲痛 羞耻才做的事情 这是男人的部分 那希腊这个妇女呢 一般来讲 他们会把这个长头发呢 把它包起来 变成一个痣 放在背后 来出席这个宗教的仪式 但是出席婚礼上礼的时候呢 希腊的妇女 他就披散这个长发 就不蒙头了 所以呢 不蒙头也不是羞耻 反而是一种荣耀 那相对于犹太的新养子呢 蒙着脸表示 谦虚顺服的意思 所以如果已经结婚的妇女 你没有蒙头 那就表示你羞辱自己的丈夫 可以成为离婚的理由 所以因此你就可以看到 这两个不太一样的背景 进入到教会里面来 他们妇女彼此本身 为了这个蒙头不蒙头 当然会有一些的争执 哥林多教会多半是希腊人 可以想象他们认为 犹太妇女蒙头 有损基督在基督里面的自由 可能会要求他们 你们要效法 我们希腊人的文化才对啊 这个呢 在文化的过程当中 当然会产生了一个冲突去了 这个时候保罗就写了这封信 希望他们在这件事情上面 要取得一致的一个行为 所以这个跟 顺服绝对的这个权柄来讲 没有一定的这个关系的 牧师自己本身 在英国求学的过程当中 我碰到一件事情 因为早期非洲许多的国家 被英国殖民了 那么英国的教会 国教也就是圣工会 宣教师就在那边 布道 带你许多人信主 建立了教会 所以他们的制度本身 也是照着英国的圣工会 来进行 那么有一次大主教 来到英国 我们神学院讲道 他就 在分享的过程当中 也给我们讲了一件事情 要要求主教们 主意听 主教们 要放弃 因为他们都是 一夫多妻的制度 要他们放弃 这个一夫多妻 在他们这种 长久以来 文化的过程当中 是不可能的事情 圣工会的 整个的教会的本身 为这个事情 讨论了很久 后来也就 没有再禁止了 所以在整个的 信仰的过程当中 我们说 在非常关键的 得救的要点当中 这是不可以妥协的 可是在相当程度 文化的层面 文化的层面当中 在圣经里面会出现 是跟我们在这个台湾 或东方的一个文化 是不太一样的 你看我们现在的 妇女当中 如果我们蒙着头 我们的天气 就很不适合 我们的天气 就很不适合 非常的潮湿 闷热 我们也不会说 妇女没有蒙着头 会怎么样 我们没有这个想法 可是对他们来讲 他们有这个想法 所以各位 我们在读圣经当中 就要有所区分 愿重点是 我们要抓住 原则用敬虔的心 来敬拜上帝 愿上帝祝福你 Amen